嗨!今天呢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花 這個還蠻常見的吧 大家都應該有看過 那他們是矮牽牛 它的花色也還蠻多的 其實我對這個花一開始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直到最近幾年 我是透過一個頻道認識這個花的 那個頻道是叫Garden Answer 他真的很推薦大家種這個 他就說請大家去試試看 那個你只要買一盆 它就可以長到滿滿的都是 像這個桌子的大小 然後如果你種在花氣裡的話 它會滿出整個花氣 超漂亮的 如果你把顏色混在一起種的話 它就會有很多變化 那所以我那時候開始試的時候 是這個顏色 是這個品種 真的它滿滿滿的 超漂亮 我就覺得喔!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就開始買其他的顏色 像這個 它滿漂亮的吧 然後還有這個白色我覺得不錯 這個 它滿滿滿的是不是 只是現在花有點小 是因為它肥不夠 他們需要 首先他們需要全日照 最好是全日照 如果你有一點日照不太夠的話 它的花不會那麼多 再來呢 是施肥超級重要 像你看到它這個花變很小 就是非常明顯 就是缺肥 那你就知道喔! 我可能這個我需要施肥 因為它不斷一直在開花 它需要非常多的能量去開這些花 你大概至少一個月要一次的話 你施肥 那另外也有人說是 如果是液態肥的話 至少一個禮拜要一次 就我知道的是 當花變小的時候 我會施緩施肥 但是那時候會有點太慢 就是來不及補 但是如果你要只要 再加個那個液肥的話 它馬上 大概兩天 你就可以馬上看到成果 它馬上就開始花 開始變大 然後顏色開始變鮮豔 就是開始開始開始開花了 緩施肥跟液肥可以混著用 好 那再來是澆水的部分 它們基本上非常容易耐焚 就是如果你的盆土完全乾了 它不會死 但是就是盡量不要讓它到那個程度 這樣它會 它的生長會緩下來 所以你就是要 讓它一直維持在潮濕 然後乾在澆水的一個狀態 再來它不需要摘花 摘花的意思就是 有一些花開過了之後 要把它摘掉 這樣才能促進它開更多的花 那我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這方面的部分 這個我不是專業 就是因為花有一個週期 它就是要開花結果 然後結完果之後 這個生命週期就結束了 所以因為改良的關係 讓它們不斷的開花 就是一直開花 但不會結子 那不會結果時的話 就不會走到生命週期 結束這個部分 這是改良的品種 所以就要買改良品種 如果你買了那個 像那個有時候市面上 什麼六盆一百啊 或是一盆十塊啊 或者是超便宜的啊 這個啊 一塊錢 它會結果時喔 那結果時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把養分 它花會把養分都拿去結果時 那這果時是你不需要 你不希望它發生的事情 所以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說 等它這個花開完的時候 你就要完全把這個 這個開過的花的這一段 把它摘掉 你知道嗎 如果你種了這個 那它花有這麼多 然後如果它又開的滿滿滿都是 你知道它上面有多少花嗎 你一個一個摘花 摘多久啊 拜託 我想說 怎麼會有人買 也不能這樣講 在美國你是可以買到這些 不需要摘花的 那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品種的話 我買的這些品種的話 我會寫在說明那邊 那 台灣的話就是比較 我覺得比較麻煩 因為台灣買 你買花都沒有這些 吊牌都沒有這些卡 那 因為這些卡 像我們在這邊 卡就會跟你說 你的品種是什麼 然後 怎麼照顧它什麼 在台灣如果你沒有 辦法知道它 需不需要摘花的話 就看它有沒有結果是 你就知道 比如你在市場上 花式看到 是這樣一盆 那 你可以去找得到 你就去找 找它最下面有沒有 已經開過的花 然後 你就可以很明顯看一下 你把那個鋪開 稍微去看一下 有一顆綠色的那個 果實 那它裡面就是種子 不然你根本不知道 你的矮鉗鈕是不是需要摘花 還有一個方法 請你去問 花店老闆 他應該要知道吧 他應該要知道說 這個品種需不需要摘花 因為只有一個顏色 有點 單薄 不會那麼的豐富 所以 我會粉紅色 粉紅色配這個 淺粉紅配白的 然後 像這樣 是不是很漂亮 然後啊 還有一個 我覺得我也會這樣做 我還沒決定我要怎麼做 這是白雪球 它超漂亮的 它也是改良過後的 那 它不會結果是 它只會不斷一直一直開花 開到下雪 那 還有就是要施肥 主要它 這些開花全部都一樣 只要它不斷開花 你就要給它吃 一直餵它一直餵它 那它就一直開花 一直開花開花 然後還要曬太陽 那 它這個品種叫做 它這個品種還蠻可愛的 叫做白雪公主 它呀 很酷 你只要這樣一盆 它整個滿滿滿 張滿都是整個版的 好 所以呢 我會這樣子配 這是粉紅色對不對 然後配個白色在這裡上面 然後再配個紫色這樣 像這樣 是不是很漂亮 我從現在開始 我每年都會買這種花 然後 它這種 即使它改良 它也有不一樣的表現 就是 像它這種 這個粉紅色這個品種 它叫做 泡泡糖 那 很可愛吧 對 然後它這個啊 它這個品種 它會有點 往外垂下來 就是 它可以長得很長 很寬 很大 可以蓋個範圍比較大一點 它的特性是這樣 那這個特性不一樣 這個特性就是比較 飽滿一點 不會那麼大 好那大概就這樣 那 因為我每次都買一盆 像我這次都買一盆一盆的話 它可以牽插繁殖 它很好牽插繁殖 嗯 超級容易 就是 你只要剪一段 把花剪掉 然後剪一小段 OK 我把這拔起來給你們看一下 像這樣 就這樣剪一段 然後 插在土壤裡 然後保持 不要讓它乾掉 它這樣就很容易 嗯 掌根了 超容易 超級容易 像這樣 這裡大概12盆 我給 送給別人一盆 我蠻喜歡這樣 就是 有時候我繁殖很多 然後我就送給我的姨媽 然後送給我的表姐這樣 就說你要不要中一盆 你只要中一盆 你前面這個範圍 全部都會被花蓋住 你如果剛開始 你第一次買一盆 然後你開始喜歡 然後有心得了之後 就可以試更多 很推薦大家 因為我也是被人家推薦 所以想說 嗯 我應該可以推薦給大家 那另外一點 就是我覺得還需要 稍微跟大家注意 嗯 因為它的花有點 嗯 嫩嫩的 有點薄薄的 所以你知道它下了雨之後 它就會全部 黏在一起 像紙這樣黏在一起 那 太朗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重新再把它 就會再恢復一下 那 我知道台灣下雨的話 會一直下雨 下好幾天 那我認為 這對花會有點 不是很健康 所以我的想法是 如果 如果一直連續下雨 好幾天的話 我覺得最好把它搬到室內 如果下一天還可以 我們這裡很常下雨 下一天我就會把它留在室內 我根本不會管它 這種花根本是不需要照顧的 你只要試可以 定期澆水 一直 你就可以一直享受這個花 一直到 冬天 基本是這樣 就是很好照顧 好 那就這樣 謝謝你的收看 掰掰 可以讓我再分享一個 這個花嗎 我最近才買的 你看它的花 它就是重疊花瓣變成漂亮 超級漂亮的